人不可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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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水不可冒 這個今天主題叫什麼 妖精美女 妖嬌的妹小路 不一樣 妖嬌跟妖精那是不一樣 那妖精是什麼 妖嬌是很可愛 細膩型的那種 有沒有 那妖精那又不一樣 妖精就是什麼 比如蜘蛛精 狐狸精 更恐怖的是影響到我們身體健康的 胃精 胃精那還是少吃一點 少吃一點 的一切自然是會最好的 妖精美女 對啊 妖精美女應該是女孩子的公敵吧 有 有沒有 藝能界有沒有認識妖精美女 認識的 不是 像徐若瑄好像什麼都會講到她 有沒有 眼睛有鼓 可是妖精美女就還好 要豔麗型 田麗 田麗大姐 蕭強 對不對 還有誰 你覺得呢 應該從男人的眼光來看比較好吧 因為你們看的看法跟我們都不太一樣 所以你講一個 就你一看到你會覺得 啪 幹什麼 還啪 噴火 噴火 而且像什麼 吹台青 有沒有 有沒有 哇塞 太久了啦 年代不太一樣 年代 你是怎麼樣為了要撇清你自己是不是 講了一個完全沒有殺傷力 對啊 我跟你講我們今天來的真的不輸他們 厲害 真的 比他們厲害十倍 妖精美女傳奇 有 2003妖精美少女選拔 北東南三地已經陸續展開 而爭選條件就是 一 有公布的肢體語言 二 要像妖精一樣的嬌媚才行 三 能夠吸引男性力光等等 符合以上條件的人 才稱得上是妖精美少女喔 究竟誰能夠脫影而出 成為今天的冠軍呢 好 一起到棚內看一看吧 掌聲鼓勵 好了 現在馬上來歡迎 咱們第一位 好辣喔 好辣喔 謝琪佳小姐 歡迎 謝琪佳 18歲 170公里 哇 中斤 哇 哇 哇 好美喔 好美喔 真的好美喔 皮膚好白喔 好美喔 來 直接走台庫好了 好美喔 好美喔 我的音樂 哇塞 根本就是前B嫂的台灣版吧 好美喔 真的 好美喔 好美喔 小小肉蛋 妳要這樣講對了妳知道嗎 長得真像那個張什麼 張榮仿 是嗎 那個前B嫂 張小慧 張小慧 對 先跟大家問候一下 張小慧小姐 大家好 我是齊佳 齊佳 身高170 對 50公斤 厲害 覺得自己哪裡最迷人 頭髮 還有眼睛 我告訴你 你離我男朋友遠一點喔 你男朋友不會喜歡這一型的 你離我老公遠一點 我告訴你 幹什麼妳要分老公呢 幹什麼 我會喜歡妳 我怎麼可能會喜歡他呢 我在妳身邊 我就像蒼蠅一樣 有沒有 因為你是一坨大便 有沒有男朋友 沒有 沒有男朋友 沒有男朋友 是太多人追了 你不曉得要選哪一個是不是 沒有 那有人追吧 他那個講話聲音好像有氣無力 那種很迷人有沒有 沒有 沒有 老老會來找你 老老會來啦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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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人說妳長得像陳曉筠 沒有耶 完全 就像陳曉筠 怎麼突然 就像陳曉筠 真的有香啊 你自己看 屁股很會翹的那個 1 2 3 4 翻轉啊 走去 憲哥你真的好失態喔 在美女面前 是 對啊 怎麼會失態呢 你有看神雕俠侶嗎 失態 憲哥你喜不喜歡這種類型的女生 還OK 那你自己喜歡什麼樣類型的男生呢 我喜歡有酒窩的男生 唉 還好沒有 唉 孟哲有酒窩耶 孟哲有 好 那麼因為漂亮 逛街常被老闆免費 請吃東西 就是逛街夜市逛一逛 然後忽然就會有 等一下 妳可能搞錯了 是迪化街 我們過去都可以試吃的 是不是 來來 趕快吃一下 好 就是那種賣 妳就用她講的話 對 對 會有那個 就有人忽然說 小姐然後就我後面衝來 然後手上就拿可麗餅 就說 這是請你這是新的口味 然後就請我吃 好好喔 用衝的去追你 手刀 手刀 手刀哪 小姐 這是我的名片 好 唉 那我也想要問就是 聽說你的眼睛 因為很會放電的關心 曾經把同學嚇哭 是怎麼回事呢 有沒有那麼可怕 對啊 就是晚上 就是過斑馬線的時候 然後我同學 因為我每次過斑馬線 都不會開車的 然後就一直走 然後我同學叫我 說幹嘛 然後晚上 因為就是很黑啊 就是眼睛很大 真的嗎 那洗眼睛 看那個攝影機有沒有 那妳突然間轉過來 然後說港 好 1 2 3 真的很可怕耶 好像某一個港星 對 美歸美但還是滿嚇人的 對 很銳利的眼神 沒有交過男朋友 妳幾歲 18歲 她才18而已 那有可能啊 18歲長這樣 我以為妳23了耶 對不起 對啊 聽說還有不明人士 送昂貴或名牌的禮物給她 真的嗎 在學校 就是 學校有時候會忽然廣播 叫我去警衛士領東西 然後就是包裹 然後就是不匿名的東西 然後就 不匿名啊 對 沒有匿名 她就是我不知道那是誰送的 不匿名啊 是署名的 如果匿名的沒有什麼 是署名的 匿名的就對了 對 匿名 不匿名是什麼 我投昏了啦 對不起 反正就是沒有名字啦 請妳向我鄭重道歉 反正就是 就是沒有什麼 不匿名的就對了 他們兩個完全是絕緣體 對啊 彼此完全不來電 好 那就去拿 結果是什麼東西 之前 像冬天會收到那個圍巾 然後夏天就是 比基尼 可是在 雙面比基尼 對 在學校 就收到那種東西其實很怪 真的怪怪的 而且聽說曾經有被性騷擾過 一定的啦 因為長實在太漂亮了 而且是醫生啊 蛤 就是去 蛤 然後就 因為他拔麥 拔麥 然後就摸很久 拔麥就拔很久 拔麥就拔麥 對 拔了多久 一個多小時 不是 反正就一直問有沒有 然後重複的問題就一直問 然後毛手毛腳對不對 對 然後後來還說 那你電話幾號 蛤 忽然就問電話 又問嗎 那個看診不是都會留 對 他就說 就是你電話 好 我現在找你去唱歌之類的 不要這樣 太漂亮了 太危險了 對啊 這麼嚇人了這樣 還有問一些私密的事嗎 還好 好 有沒有什麼令奇 有沒有什麼要問 令奇 那你的老師有追過你嗎 有什麼老師有 老師有沒有追過 有可能 因為在學生 國中的時候有教官 教官 教官 你是教課 他追你回來上課吧 回來上課 對 不是 教官怎麼追 是我們去其他學校 是其他學校的教官 其他的學校的教官 對 然後後來就 那個就跟我同學問電話 就一直打電話給我 然後是兩個教官 就是其他學校 然後後來他們兩個 好像讓我不是很開心 為了你 為了你 爭鋒吃醋 來了 孟澤 你有什麼疑問問他嗎 你要送他一本書嗎 要送書啊 也可以 我可不可以挑一個 最漂亮的再送 你被選飛是不是 對不起 小孩子不懂事 沒有 他的意思是說 這才是第一位 他要看完 但講真的第一位 你覺得怎麼樣 第一位我覺得 就是很 很野豔的那種感覺 野豔 對啊 妖精嘛 妖精美 這是我們第一位 現在要讓他來跳一支舞蹈 KAM SOM MUZIC 年紀18歲的謝奇佳 天啊 現在已經有170公分 50公斤了 好大 好的 好 旁邊休息一下 一起來歡迎第二位 黃慧玲小潛 歡迎 黃慧玲23歲 168公分 這是黃慧玲 天啊 就是她了 天啊 就是她了 這是怎麼回事 好厲害 那個 保險套 小朋友那麼多人 大家現在那麼開機 對啊 好的 好啊 旁邊休息一下 一起來歡迎第二位 黃慧玲小潛 歡迎 黃慧玲23歲 168公分 199公分 就是她了 天啊 就是她了 天啊 就是她了 對她的太太大了 直接走個台步 I'm something about the music 好瘦喔 唉唷 做到剛剛好 而且皮膚好白喔 濃鮮合度有沒有 唉唷 來來來 跟大家說哈囉一下 主持人來賓 各位觀眾大家好 聲音好好聽喔 妳是哪裡人啊 基隆 基隆人是嗎 我知道憲哥他危險的地方在哪 結果他臉長得是很容易 讓你靠近他的感覺 但是一靠近他 他就發覺哇他的身材是很火辣 對呀你看這種感覺真的是 火鬼的身材 而且相當不錯 168公分51公斤 非常爛的搭訕方式 有人跟他搭訕 什麼方式 很爛的方式 他怎麼搭訕 就是我走在路上嘛 他就跑過來就抱我的頭 抱你的頭 對 他說 我好像認識你喔 他一直跟我一直跟我 真的滿爛的耶 異性緣超好 高中情人節 你看像我們錄影 今天就是情人節 我拜託錄影 每節下課都有人來送禮物 嗯 真好 真的嗎 而且送都同樣的東西 就是香水跟花 沒有別的東西 香水 花 巧克力 學生能夠想出來的就是 沒有巧克力 欸 香水 花 長 同一個人嗎 還是不同一個人 喜歡哪一類型男生 比如說讀我苗梓杰 孔令奇 現在有沒有男朋友啊 跟許孟哲 還有夏如芝 你會選哪位 等一下 夏如芝 憲哥 為什麼 難道 難道妳真的喜歡年輕 多精 聰明 又忠誠度高 忠孝仁愛 希望靈平 漾漾能夠實踐的好男人嗎 講的完全不是妳自己啊 對啊 小姐眼睛不好以後去看醫生 為什麼喜歡這種十全十美的男人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講啦 因為他近視 就是這麼簡單 有小孩證明我可以啊 對啊 不信事實 我沒說妳不行啊 對啊 來 目前是沒有男朋友 有學長追妳 還在追嗎 我問妳在有 老爸爸總是比較嚴格一點 學長追他 還下跪送鑽石 哇 那麼浪漫啊 機長吧 機長 學長 機長 機長喔 哇 很有錢耶 那這個過程是怎麼樣 可不可以稍微 就是我是在那時候 當電力小姐 對 然後下班 可是他說他幾乎每天都會來看我 那你收了他的鑽石嗎 收啊 那有在 可是鑽石很久遠 一顆有流傳耶 對啊 那你不說我就怪啊 對啊 沒有 沒在一起你還收怎麼行啊 我覺得他這個女人 內在有夠厲害的耶 但是他 而且他講話的時候眼睛會勾人 有主管 因為他當電梯小姐很漂亮 主管想包養他 我們先看看電梯小姐 怎麼樣介紹 開始 假裝我們現在一群乘客要進電梯了 嗯 那你要拿這個 好 我幫你拿 妳不用請 電梯上樓 電梯上樓 妳是鸚鵡啊 妳要講兩次 不是 妳是 這可以 妳弄了MC啊 對啊 它是口級是不是 電梯上樓 電梯上 上 電梯上樓 上 上 上來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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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問他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電梯小姐 最害怕什麼樣的客人 變態 錯 又是一個笑話是不是 不是笑話 是真的 最害怕載到拳擊手 因為 六樓到 有 有一個 很危險的 兩個人一人站一邊有沒有 當醫生他就把他打昏了 好 那麼 國小三四年級 每個班級都有男生跟他告白 哇 唉唷 這個這麼有自信啊 後來呢 他跑來幫你班上說 誰 說誰誰誰啊 喜歡你這樣子 嗯 那你自己喜歡的男生是怎麼樣的 喜歡很高的 很高的 好溼溫溫的 那你剛才竟然騙了憲哥耶 我要安慰你 我要安慰你 安慰什麼 我是OK的 心很軟 我沒有補這一句啊 我講這個 男主持人當中我算最高的 飛哥跟我一樣高而已 他頭髮只有12公分 真的啊 那個要拉多久 他頭髮只有12公分 哪一個比高 哪一個 沒有我現在是講紅的 好狠喔 瓜哥小偶三公分 對不對 順哥到我的你眉口嘛 對不對 小亮哥到我的肚臍眼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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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康跟我一樣嘛對不對 阿輝到這個 是他們兩倍大 Nono到我眉毛差不多再高一點 亂講 我在他不敢抬頭嘛 好來跳一段舞蹈好不好 他跳舞一定好好看 最想看 啊 媽鬥 好好好 憲哥當你的媽鬥 哇 憲哥賺到了 看看一個辣妹跟一個大頭男孩 一起共舞 哇 憲哥屁股很棒喔 這位呢是我們的2號王桂林 好啦 好不好 默默的結束了耶 不是有最後 哎呀彩排那麼久 結果沒跳出來 最後一個姿勢 是他跳起來像五尾熊 夾住你嗎 蛤 好 好 乖今天情人節 蛤 好 沒你的事了 好 旁邊休息一下 謝謝 還有3號 陳姿輩小姐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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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歲 日本的18高分 55 天啊 好漂亮 喔 就是你了 喔 太辣了 對 直接走個台步 扛傷 不都沒有在 GO 年僅18歲的陳姿輩 厲害 蛤 他才18歲啊 腿好美喔 蛤 真的腿好漂亮耶 天啊 你看 你的腿 你的腿好長喔 28比例耶 對 腿真的已經是到我胸部了耶 我們兩個真的是矮子耶 來 Say hello to everybody 大家好 我是3號 陳姿輩 妳3號 對啊 我跟妳2號咧拜託 笑起來好甜喔 陳姿輩18歲 168公分 第一次坐飛機 妳起飛的時候失控大叫 對啊 那時候還國中 國中 對啊 沒搭過飛機 第一次就是 那妳怎麼樣叫 飛機起飛 飛機要飛 對啊 那時候我就 飛機要飛 那個安全帶用好啦 然後它就是會慢慢慢慢跑 對不對 然後我就沒有警覺 它要飛上去了 然後我就剛好在看下面 都飛起來了 對啊 妳看著下面然後飛起來 對 對 下次妳叫的時候是沒飛起來 妳才要叫 好 飛起來是不是 沒有我第一次 對啊 那個怕什麼 那搭飛機真是 我 我要講一個 我其實曾經 因為那個Energy裡頭的牛奶以前跟我一起工作 它是我的紅豆兵團 結果有一次我們搭飛機去別的地方表演的時候 是它第一次坐飛機 然後飛機一起飛的時候 我就發覺它在跟它旁邊的那個男生講說 飛機飛了耶 掛台北耶 蛤 那麼可愛 你把他的舊式說出來了 超可愛的 第一次搭飛機 好 那麼愛吃醋 曾經為了一塊烤肉跟男朋友翻臉 為什麼 不是愛吃醋 記得是我們去海邊烤肉的時候 對啊 然後剛好火升好了 然後就是還蠻 火蠻旺的時候 肉放上去還蠻快熟的對不對 然後我就剛好就走過去啊 吃什麼 妳是在教吃那個 這個菜也挺好 請問要翻臉嗎 這樣油呢 這樣也要塗嗎 不是 我要講 就是我剛好走過去 剛好那個肉快熟了啊 然後我就說我要吃這一塊肉 然後她就說還沒熟 我男朋友就說還沒有熟 然後剛好我朋友的朋友是女生朋友啊 我不熟 我跟他不熟 然後她就剛好 是肉不熟嗎 好多熟來熟住 沒有 她就剛好說她要吃那塊肉 然後男朋友就打給她啦 熟了給妳這樣 對 然後我說 為什麼 然後我說那我幫妳多塗一點烤肉醬 對啊 就 我知道那個感覺 對 你知道 就說別人要吃就熟了 妳要吃是不熟的 對 我幫她多塗一點烤肉醬 這個妳就不懂 就遇到我 我要是妳男朋友 我就會處理啦 那夾走妳跟我生氣對不對 開始生氣來 你不是說還沒熟 小聲一點 剛那也快掉到地上了 憲哥妳嘴巴真的好會說 對啊 女生都被妳騙得突然轉 他們的阿雅那麼愛妳 對啊 真是厲害 感動的是第一次登台表演 男朋友給她驚喜 翹班來看她 妳現在講的都同一個男朋友 對 表演什麼 沒有 在學校演出 演出什麼 沒有 還在學校的小公演而已 公演什麼 這是一個表演 燈台演出 公演 一個表演而已 到底是什麼 一個小表演而已 多小啊是什麼表演 就是像其中呈現那樣 對 可是妳演的是劇情是什麼 妳讀的是什麼科系的 畢業 我現在畢業 我們還以為念的是婦產科那種 沒有 婦產科要表演什麼 表演抓娃娃 生日的時候曾經有收過 暗戀的人 但是 卻送給她 變態的禮物 嗯 送妳什麼 那個 保險套 楊具的打火機 打火機 小朋友那麼多 大家現在那麼開放喔 對啊 她會不會是一個玩笑呢 還是說 她真的可以點火 她一按然後從頭頭那裡 就一個火出來 沒有 頭頭拔掉 打火機 那一定很恐怖 頭頭拔掉就把她逗碎 逗碎然後再來打火 西門町逛街常被路人拍照 對啊 就是我在走路逛街的時候 然後就覺得嗯 怎麼有閃光症 然後結果她就 咔嚓 就跑走了 要不然就是被拉去拍照 對 長得漂亮喔 真的 沒有 那男朋友還是同一個 對 在一起多久啦 一年多 她會不會很擔心妳啊 長那麼漂亮 她真的很可愛又很漂亮 對啊 身材又好 舞蹈科的 我們還等什麼 直接就對不對 來跳一段舞 來跳一段舞 張浩本身就是舞蹈系的 有沒有看到她 展現出到火辣的舞姿呢 身材真的好好喔 對 好 小朋友都看傻眼了 好美喔 真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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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科跳得跟很不一樣耶 真想要跳一整集耶 對啊... 很漂亮喔 好 歡迎旁邊休息一下 謝謝三號 一起來歡迎四號紅 游小慧 歡迎 游小慧 21歲 164公分 哇 哇 哇 天爺 妖精美少女竟然慘招襲擊 這到底怎麼回事呢 而且 選舉期間打過功 被選舉秀的老頭 偷吃豆腐 就是那個 要拿一個牌 這個牌是什麼 上面有號碼 對 要投喔 然後 好 我是妳 對 當然要投喔 他 他就摸妳的頭啊 是這樣拍一拍啊 旁邊休息一下啦 謝謝三號 一起來歡迎四號紅 游小慧 歡迎 游小慧 21歲 164公分 哇 天啊 好想保護他喔 直接走個台步 航三阿嬤 沒有 哇 我感覺也是好像失望的 對啊 也是很妖丁 果然是妖精美少女 哇 小朋友 叔叔好希望是你們坐的那個位子 有一點點像羞羞 對啊 來 跟大家說哈囉一下 大家好 妳 叫小慧 妳21歲 164公分50公斤 其實 妳最適合擔任服務人員的工作 為什麼呢 名字叫做 小慧 對 有小慧 有小慧 沒有小慧多累 對 覺得自己的嘴巴最迷人 看起來薄薄的 真的 薄 非常薄 要不要微微的撅一下嘴巴 撅一下 有點像林熙蕾的那個感覺 對 嘴巴起來甜甜的 對啊 沒有了 不過看得出來他個性是很活潑的那一種 對 常被中年男子搭訕 大概我看起來比較窮 就很奇怪 就是像我去成 什麼意思啊 比較窮 然後中年男子來搭訕 你不要錢了 中年男子 想養蜜是不是 對 對啊 就去成品 然後就看著看看 然後就會 我記得印象比較深刻 他就走過來 他說 同學 你幾歲還在念書嗎 然後 有沒有男朋友 等一下要不要跟我們出去玩 就是那種 西裝鼻涕 還是幾個 野獸 不只一個 就是幾個一起過來 沒有沒有 他是一個人這樣 慢慢這樣 一步一步靠 一步一步靠 結果咧 有跟他去玩嗎 然後我就說不要啊 不方便 然後他最後就直接說 好啦 那多少錢 蛤 那你怎麼回答他 我說 沒有啊 然後我拐跑 沒有啊 沒有啊 哇 天啊 怎麼會遇到這種人 但你喜歡是梁朝偉那一種 這麼說來你也滿喜歡我的嗎 梁朝偉好帥啊 梁朝偉好帥啊 梁朝偉 梁朝偉什麼 不像梁朝偉嗎 我喜歡 你來看陳恆你 有一句話要告訴你 等一下要不要去玩 要不要去玩 要不要多少錢 沒有啦 好 選舉期間打過公 被選舉秀的老頭 偷吃豆腐 就是那個要拿那個牌子嘛 牌子啊 上面有號碼還有名字 欸 要投喔 要投喔 然後那個 好 我是妳好了 然後 喔 當然要投啊 什麼啊 蛤 她就摸妳的頭啊 這叫拍拍啊 就拍板子啊 拍板子 像借機一樣 然後一跟座就跟著 欸 對啊 要投要投 結果妳就吐血了對不對 因為一看有五十幾個伯伯都排在 要投我們會投 然後一個下一個要投 等一下 那板子是軟的還是硬的 沒有啦 是硬的啦 對啊 可是這樣子也是不太行的 對啊 她參加跳舞比賽 出過球 什麼意思 因為我本身是跳肌肉的啊 所以 就是有一次我朋友就跟我說 欸 有個比賽之類的 然後她叫我去比 因為她說有錢可以拿 我說 好啊 好啊 然後我就沒有想太多 就穿運動褲 然後T恤 可是後來那個人就打電話說 欸 你要穿性感一點 然後我想說 欸 奇怪 為什麼要穿性感 不是跳舞比賽 我想說好 那就換個小背心好了 然後穿著運動鞋就去 結果一到啊 就大家都穿著高跟鞋 嗯 那什麼舞比賽啊 鋼管嗎 類似啊 然後就很奇怪啊 然後大家都畫得慌 很漂亮很漂亮 然後身材都超好 然後我就覺得很尷尬 然後後來到舞的時候啊 就很平常就說 欸 你這樣不行 我就把我掉下去 你沒表演啊 就看你長的外型 他就說你這樣不行 整個服裝還穿不行 欸 你是不是男扮女裝啊 感覺像小男生一樣有沒有 對 個性也是 很可愛啊 好 相當不錯 來 我們也看一下妳的舞蹈好不好 學街舞的唷 也是跳得不錯的 女士們 姐 我們游小蕙 架式都出來了 哇 穿這樣跳這個還真壞 好像日本的辣妹 欸 要不要來個地板動作 好 謝謝 謝謝 游小蕙 平常講 穿這樣跳這樣是有點怪的 對 對 還吞 裙子飄啊 飄臉 對啊 還好 安全 好 再來歡迎最後一位 徐菜楊 歡迎他 小菜楊 21歲 162分 怎麼腳都這麼細啊 然後 腰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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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瘦 真的是腰筋 直接走個台步 扛上 音樂 哇 哎唷 腿好細喔 哇 這個呢是我們的第五號 徐彩洋 欸 厲害 而且你是不是有點招風兒對不對 對啊 來 這樣更腰筋很漂亮 跟大家說哈囉一下 大家好 剛剛我們孟哲跟令奇兩位在聊天 你們怎麼樣 在說他什麼事情 呃 他講的 孟哲講的 沒有 孟哲講的 孟哲你是不是想把書送給他 講出來 你們兩位幹什麼 我們是說都很美 嗯 都很美 都非常的漂亮 腿都很漂亮 腿都很漂亮 你們兩個今天好像同性戀喔 不知道為什麼 兩個靠紅鏡喔 好像兄弟喔 兩位不要再騙我們 到底在講什麼 沒有啊 真的啊 就是講都很漂亮 我心裡在想 跳HIP HOP那個女孩子 真的很勇敢 因為穿這種 穿這種衣服 跳HIP HOP的話 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所以很說服她 明明就假的 對啦 明明就假的 好 好 覺得最完美的時候 是剛洗完澡的時候 覺得自己最美 讓人有遐想耶 喜歡頭髮濕濕的時候 哇 好性感喔 頭髮濕濕看起來很美 曾經在買東西的時候 被男收銀員搭賽 就是去買東西 然後買很多那種吃的東西啊 然後去那個收銀台結帳的時候 然後男店員就跟我說 只要我跟他講每樣 關於我的事情 他就 像名字啊 學校啊 或是電話之類的 他就少收我一百塊 每講一樣算少收一百塊 還蠻不錯的耶 聽說那天帶了一台 像我冷氣回家是不是 沒有 我就買吃的東西而已 他長得很像那種 那種線上遊戲裡頭的那種妖姬 有沒有 所以妖姬美女她還蠻適合的 搭捷運被五六個男生勾把 SARS期間的時候 然後我去 我在捷運站等捷運的時候 就看到五六個男生走過來 然後他們就說 他們就想要叫我把口罩拿掉 去看我長怎麼樣 然後我就說 好 你們先拿掉啊 然後他們就逞強啊 就想說 他們只有好一句話 他們怕拔錯了 後來SARS那一段期間 覺得每一個人都好美 一直看到眼睛有沒有 一拿下來 那種情況也很多 那結果呢 你有拿下來嗎 沒有 我就叫他們先拿下來 結果他們就 他們就說好一句話 結果他們全部都拿下來 然後結果剛好有一個巡邏的那個 捷運站的人員在旁邊 然後就 就要過來開髮單 然後他們就被嚇跑了 所以你就脫離了 對啦 對 小時候因為長得漂亮 溜冰比賽 他溜得很爛喔 結果還能得到名次 哇 就因為外型喔 太切香了啦 我小時候再怎麼努力溜都是 沒有名字而已 而且還是參加男生族的嘛 小時候像男生 真的嗎 溜冰就這樣拿到名字 對啊 得第三名 可是參賽者只有五人 沒關係 可是 你們參加拿第三名 第三名還是季軍啊 聽起來也不錯 我後面的他們都溜得比我好 對 我以前也參加過比賽 那個溜那個那個 以前古收是四個輪子 四輪的 對 我得到優勝 真的 對 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嘛 後面全部都優勝 也滿慘的啊 以家做是不是 滿鼓勵我們的 謝謝老師 那你現在有男朋友嗎 有 有 在一起多久 九個月 男朋友有沒有來 沒有 那麼在Top裡面常被請喝酒 最高紀錄 一個晚上被請了15次酒 最近酒量好好了 所以你有在算囉 沒有 我沒有喝 我都拿給別人喝 真的嗎 別人都幫你擋酒對不對 這樣 厲害… 好 我們也來看一下 他來跳一下這個 好 好不好 預備 乾杯 音樂 非常像 從漫畫中走出來的一位妖精 哇 好會扭 哇 抖的咧 受揮手他還真會扭 對啊 放得好快喔 哇塞 掌聲幫他鼓勵一下 好的 好 謝謝 OK 謝謝 好 來 一起歡迎五位到前面來 1 2 3 4 5 大家來跳舞 到底是哪一位 今天有可能能拿到 我們妖精美女的冠軍呢 她的評選標準是什麼呢 就是 在POP裡面的BARTENDER還有服務生 他們一起來票選的啦 到底哪一位出現在夜店裡面 我們大家會覺得她是最犀利的呢 到底夜店裡面的人 服務同人會覺得哪一位是最厲害 好 給你們大家十秒鐘時間 做決定 開始 看完了剛才五位身材火辣 相貌嬌美的妖精美少女之後 你是不是已經被她們獨特的魅力 給吸引住了呢 而這五位充滿年輕氣息的美少女 誰才會是BARTENDER眼中的 妖精美少女呢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趕快來猜猜看吧 那你今天也是要帶來 舞蹈的才藝嗎 沒有 我只是要POP而已 好精采的轉身喔 你是不是也覺得相當厲害呢 看完了剛才五位身材火辣 相貌妖美的妖精美少女之後 你是不是已經被她們獨特的魅力 給吸引住了呢 而這五位充滿年輕氣息的美少女 誰才會是BARTENDER眼中的 妖精美少女呢 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們 趕快來猜猜看吧 現在洪令旗先生 你的答案是哪一位 我們的答案是2號 為什麼 我們 那表示我們 這什麼態度 你要跟我嗎 他剛剛講的我們 我說我們 為什麼你選的是2號呢 為什麼呢 我覺得那個刺青就是讓我覺得 很多 吧檯的 工作人員應該蠻習慣的 可是那個POP那麼暗 誰會去看他的刺青 對啊 沒有他可以把腳放在吧檯上 對 所以我要喝一杯 你知道嗎 就是這樣嗎 結果他腳一放在吧檯之後 你等一下然後走過來幫他腳裡按摩 這樣有沒有事實 好 孟哲你選幾號 我覺得是5號 5號 為什麼呢 不跟你老公選嗎 沒有 5號 為什麼 5號 看他剛剛跳舞的樣子 但我們比較關心的是 你書要送給幾號 對 書啊 對 你選5號就送給5號囉 也就是5號啦 5號是孟哲的TIE OK好 來 侯祥婷小姐 你選幾號 我選3號 3號 因為我覺得他笑起來很 就是那種 很容易吧 可愛中 又帶點性感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笑起來跟他一樣 然後他在那個CLUB裡面 很受歡迎 很受歡迎 對啊 厲害厲害 好 來 苗子杰先生 可不可以宣兩個人 不行 不行 因為每個CLUB都有不同的標準 嗯 好 那 你用你自己的標準來看 我覺得應該5號會比較受歡迎 5號 我覺得5號就是會有想要讓男生 保護他的感覺 好像很容易受傷 是 比較保護我會覺得2號 2號 那你到底要幾號 那4號也不錯 3號也不錯 你這是三星二義 選一個啦 對 花星的 5號 5號 比較會受歡迎的我覺得 來 喬氣兒 我覺得是3號 3號 女生都選3號啦 不是 因為我覺得她腿真的非常漂亮 然後通常會去CLUB的女生 都會穿很短的裙子 然後腿腳一露出來 基本上男生都會多看幾眼 對 對 也有一點道理 所以那個尾是非常重要的 對 到底這5位美少女 誰才會是BATENDER眼中的 妖精美少女呢 大家趕快來猜猜看 就是現在了 沒有錯 妖精美女到底哪一位 才是我們第一名呢 一起來看看我們正確解答 請看 有 妖精美少女 五位絕選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陳寗 今天我們我拍的外景主題就是 妖精美女 妖精美女呢 大家應該都知道 已經前夜晚出現了 所以我們來到了一個場所 也就是POP POP對我來說是非常刺激的 因為本人是第一次來POP 所以 不曉得這些吧台的帥哥 她們喜歡什麼樣類型的女孩子呢 所以我們現在就趕快來看看 這5位美少女的自我介紹吧 GO 今天的評審團是由15位 經常工作於POP 霸台的帥哥美女們 以及一群啤酒 中香小姐都組成的喔 她們平常工作於POP 看過許多形形色色的客人 對於妖精美女的定義 應該有一些挺不到的見解吧 而今天5位參賽者 誰才能夠成為她們心目中 真正的妖精美女呢 大家趕快來看一看美女們的訪問吧 1號 你好 大家好 我是1號 我們是齊佳 擁有一頭秀髮的妖精美女齊佳 除了有一雙勾魂的電眼之外 據說她的舌上功夫更是一流 現在讓我們趕快來看一看吧 那你乾脆就是先用性感的方式 先把櫻桃吃掉 然後再打個結好不好 好 不敢吃櫻桃 那我用性感的方式 幫妳把櫻桃吃掉 好 可以嗎 讓妳起來 準備好嗎 Let's go 哇 還要脾氣耶 哇塞 我真的覺得這 10個人大概只有5個人會 大家好決喔 哇 哇 居然不到一分鐘的時間之內 就把口中的櫻桃梗子打結了 而成林口中的櫻桃 甚至還沒吃完呢 1號美女真的太厲害了 請接著來看看2號的訪問吧 2號 你好 你好 先跟所有的評審做個簡單的自我介紹吧 就評審大家好 我是2號惠玲 請多多指教 而2號美女火辣的身材 吸引了在場所有人的目光 但是想成為妖精美女 她的妹公必須要有一定的水準喔 現在就讓我們大家來考驗她一下 你是這裡幫你的小哥喔 我第一排這裡 然後等一下她是妖精美女要投票 然後現在就給我一票拜託喔 好 這算哪門的妹公啊 看了2號美女 如果你想成為今天的妖精美女冠軍 就要再加把勁了 請接著來看看3號吧 接著3號美女姿輩 今年才18歲喔 而她最擅長的就是舞蹈了 趕快看一看她的訪問 18歲卻有成熟的外表 成熟的身材 感覺各方面非常的好 那你今天也是要帶來舞蹈的才藝嗎 沒有 我只加劈腿而已 劈腿叫而已嗎 劈腿早在我6年前就不能劈了耶 然後趕快來進行劈腿的表演吧 GO 好精采的轉身喔 面對其他美女的表演 想不到3號一季簡單的劈腿 便贏得評審們的掌聲 看來多愧希望非常濃貌 緊接著看看4號演出 再來4號美女星傑 除了長相甜美之外 還有如那妖精般的熱情舞蹈呢 現在就請大家一睹她帶來的表演吧 4號美女的狂野熱舞 看來是最符合今天妖精美女的主題的喔 而她會成為今天的優勝者嗎 趕快來看看最後一位訪問吧 5號妖精美女才藝 她覺得自己每天剛洗完澡的時候 是最嬌美動人的 而她也在現場擺了3個嬌美的姿勢 你看是不是真的很誘人呢 那看完所有的美女的自我介紹之後 趕快來聽聽評審團 對她們有什麼看法吧 小姐妳好 妳好 妳相當的身材好耶 我覺得鏡頭一定要攀一下 很好自信喔 太亮眼了啦 這位評審一擺起動作來 是不是也很像妖精美女呢 不過誰會是她心目中的妖精美女呢 1號臉比較妖精 臉的妖精那身材就是那個穿著呢 穿著呢 妳剛才到右胸肉一趟就很有妖精的條件 真的就是妳遇過有很多客人都會穿低胸裝 沒錯 而且都只有比基尼美女 只有比基尼 對 那麼活啦 沒錯 好 那這五位當中讓妳選一位 當妖精美女妳會選誰呢 我還是想選3號 選3號 好的 謝謝 接著眼前這位女霸台 她遇過最差勁的客人是怎麼樣的呢 真的很老喔 然後說就是可不可以戴心腸 然後問老闆是不是戴出場 問可不可以戴出場 有一點低級耶我覺得 還是要尊重一下妳們的工作對不對 那這五位美女當中呢 妳覺得哪一位蠻符合妖精的條件 5號 5號 為什麼 她眼睛很密 眼睛很密 眼睛很密 那妳在工作當中 有沒有遇到像5號那種漂亮的女孩子 有啊 有啊 是有的 好的 謝謝 再來這位評審會投給誰呢 2號吧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她的穿著比較像去旁 她的穿著是比較少嗎 還是顏色的關係 是整個整體搭配吧 整體的搭配 謝謝 上評審團的意見之後 我們趕快來進行投票吧 投票開始 是五位評審走向他們心目中的妖精美女 而目前看來五位美女似乎都不分上下喔 究竟哪位會成為今天的妖精美女冠軍呢 好 廣告過後為您揭曉 投票開始 是五位評審走向他們心目中的妖精美女 看來五位都不分上下喔 究竟哪一位會成為今天妖精美女的冠軍呢 趕快看看投票結果 票選結果 一號一票 二號三票 三號五票 四號兩票 五號四票 恭喜三號成為冠軍 恭喜三號一票之差 禮拜五號成為今天的妖精美女 恭喜 五位都很健康啊 都還相當不錯 對…很漂亮 所以票數是很難講 年紀也都很輕 選舉本來就是很難逆料的 對… 我們可以說什麼差幾千票呢 開出來以後還不是不一樣 是嗎 不要扮政治化 我們這個節目還是要融入到這個時事 時事當中 我今天再次感謝孔令奇了 恭喜唱片大賣有沒有看到 一定賣的 許孟哲這個書 賣得非常好喔 這厲害 不要叫我米其林啦 厲害 還有我們侯湘婷 還有這個苗子姐他們的信 也謝謝我們夏如之愛 好 再次謝謝他們 為咱們下週同行呢 繼續回答我們 我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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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